海边水上摩托车海面狂飙 一个甩尾浪花打上超刺激 但却传出严重意外 一名女游客被紧急送医 上个月18号在墾丁湾水上摩托车 疑似往后落水 被后方喷出的超强水柱往身上喷射 冲击力道太强 直接冲破女子的肛门 造成大失血 赶紧送医就回一命 但以后只能装人工肛门 到底水上摩托车喷射水柱有多强 水上钢铁人直直站在海平面上 靠超强水柱就能撑起一个人 靠水柱喷上天 钢铁人他必须要靠住水上摩托车 后面的推力 他才能够整个人飞起来 因为他必须要接在水上摩托车的围管 让那个冲力起来 所以是一样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冲力有多大 日本也曾发生类似意外 发现水上摩托车的喷射水柱 威力比消防水柱力道强80倍 实在惊人 水上摩托车的动力非常大 来玩的时候不要玩那么刺激的 仅仅抱住教练 双手核实就不会有这种奇迹 教练说玩水上摩托车 务必戴好安全帽 穿好救生衣 也建议游客可以穿全身性防寒衣 勇衣也能外加短裤保护下半身 最重要的是双手抱紧教练 避免甩尾太过刺激 而不小心落水 开心出游却差点没命 记得张春华 陈山山屏东 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更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一 Geral Bee